请签名 国家卫生研究院华硕集团正式结盟 象征者合作成功 请看一下正前方 国家级的医疗卫生研究机构 国卫院与华硕集团当其伙伴 共同把关人类下个世代的 健康与医疗品质 以国家与私人企业合作伙伴关系 打造国卫一号 鉴指挥达帮英国打造的鉴桥一号 打造台湾的成功模式 提升国人医疗品质与健康 当然热见 但是人热见 人类的头脑要相信 会慢慢进步 随着进步 他有什么缺点就改进就好 听起来是不错 当然就是有益于大家的健康是很好 有益于大家的健康 可是我觉得现在医疗 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 就是那么的完整 没有那么先进 以任务导向的国卫院与华硕合作 建制AI生意资讯 创新研究与应用服务中心国卫一号 提供强大的硬体运算能力 与AI管理开发平台 国卫院成立接近30年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进国人的健康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策略 这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 公私协力的一个策略模式 可以结合政府跟民间的力量 一起来推动 有利于国家卫生部署相关的研究跟开发 台湾在AI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国际竞争力 与能建筑 带给我们更进一步整合台湾优势 争议资源的机会 科技的大量的运算和分析 来建立各种健康与疾病的关联模式与推行 加速未来药物的开发 以核准的流程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 可以得到的一个 更精确跟个人化的治疗及建立 AI人工智慧让台湾被看见 运用在生计医疗上 结合产官学三方 证明台湾就是No.1 国卫一号更有潜力要上世界舞台 人间新闻陈欣宇宋一珍 台北采访报导